我心童玉女的狀態 嗨喲 對不對 嗨喲 那時候跟季宏仁老師 在滾石的狀態是一個 對對對 我不討厭 那個廣告薪寵兒 欸 欸你真的有注意欸 我很愛看電視啊 喔 真的是 不錯不錯不錯 但就要看大家之後這幾個學子們 好不好 對老師了不了解 如果今天都沒有答對話 老師以後就不去星光大道了 不去是有點誇張啦 不太好 不去是有點誇張啦 不給你們評分 給你們評得不太好 真的 好小心啦你們兩個 真的 好 注意啦 第一題 在1986年推出首當專輯 憂傷男孩後 能寫能唱能彈的黃玉玲老師 己瘋成為創作才女 音樂精靈 請問小玲老師擅長 以什麼樂器創作 OK 確認 請幫你們 他們都可以拿下來 沒關係 謝謝 鋼琴 到底是不是呢 老師 對我都是用鋼琴寫歌 恭喜答對啦 第一題只有一分 喔 哈哈哈哈 人氣不高 人家好不容易自己搶答喔 自己白手起家喔 你給他一分而已 沒有 10分啦 看錯那個鈴我沒有看到 10分 之前是青光岩是不是 青光岩欸 10分 10分的部分 第二題 第二題 請說出 三首黃玉玲老師的作品 哇塞 哇塞 這一題20分喔 曾經太年輕 曾經太年輕 心動 心動 你是我唯一的執著 到底是不是 是 心動是寫給林小培的 然後剛剛講 曾經太年輕 是白色巨塔的片尾 然後 你是我唯一的執著 是白色巨塔的片頭 掌聲給他鼓勵一下 不錯不錯不錯 這都是比較現在一點的 算了 不是星光的歌手 答對最多了 對啊 是 阿倫啊 是是 老師內心在哭泣 可能那個年代 對他們來講太遠了嘛 對 他也 你年紀多大 25 對 對啊 差不多啊 你幾歲 一樣嘛 一樣啊 他在新加坡 對他在新加坡 對 他可能不知道 這個住家裡也應該也知道 新加坡 國丁台語科 真的齁 好啦 繼續加油啦 後面還有第三題 請問 今年第十九屆金曲獎 小林老師和楊宗偉 一同翻發 什麼獎項 唉唷 可以講 請講答 不好意思 那個最佳新人 還有 最佳音樂錄影帶 什麼獎 最佳音樂錄影帶 什麼獎 兩個字 林營獎 還是 燈光 主角獎 燈光 還是 導演 導演 來 老師請搶回答 請搶拿嗎 沒有 我跟這個中緯頒兩個獎 就是新人獎 跟最佳音樂錄影帶導演獎 對的 對的 你好關心我 為什麼 你很注意小林老師嗎 是 真的 從小就開始注意 他住人家隔壁是吧 對的 對面 這麼關心啊 可是你看 應該是鄰居 對啊 多疼 你看 對 你看他的臉 你看他的表情 真的 不要再這樣 才在比他人家標高一點 沒有他們真的都太年輕了 你剛才說1986 我真的都不好意思 1986 對 你1986年次賣電 他們幾分 可不可以扣分啊 這樣子 有一點有興趣 對 安伯正你還笑得出來 對 安伯正 分數高就可以笑人家了 他臉都紅了 他本身 他本身是曬紅的 他不是本身 立委 你看他的笑聲像不像立委 還辯論會開始試試 好來 第四題 由小林老師所號召的 2008年有愛 無愛慈善演唱 在7月19日當天 眾多知名歌手共襄盛舉 請問 這場演唱會的地點在哪裡 李千娜 台北體育場 台北體育場 還是台北綜合體育場 還是台北 三豆花兄弟 還是台北體育館 體育館 恭喜 來我請小林老師 為我們來做正結 台大 台大 這個地方呢 台大 台大體育館 對是台大體育館 好啦給你算了 算了 算了 台大體育館 答對 好接下來呢 要拿出你們真誠意了 主題物表演題 誰 誰 可以一次不露地唱出小林老師所創作的 心 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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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講完美 來 心動 不如馬上的心動這首歌 你真的會唱啊 心動 來 那我們請小林老師的麥吉他一下 來 一次不弄喔 加油喔 這個20分喔 慢慢唱當然可以啊 沒有人叫你唱快歌啊 這首歌是爛歌沒有錯 有多久沒見你 以為你在哪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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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天就在我心裡 原來就住在我心底 陪伴著我的呼吸 改變喔 有多你的距離 以為 聽唱會生氣喔 聞不掉你氣息 誰知道你背影 這麼長 回頭就看到你 過去亂打過去 來不及 從頭喜歡你 從頭喜歡你 白眼纏繞著爛著 喔 為什麼 如果不能夠 永遠走在一起 也只好 至少給我們 懷念的勇氣 擁抱的權利 好讓你明白我心動 在我心動 的痕跡 好 他算是一個表演賽 但是我們不給分數 因為他改編年比較雲創 對 中間還有加點 史慧斯R&B的感覺 好啦 算是厲害 老師 願意給他分數嗎 我覺得他今天唱得還不錯啊 就是除了在幾個蠟詞的地方 會變得怪怪 可是其實他的聲音比以前有力量多了 對 他以前真的你看他講話 對啊 想想生生的 對啊 嘴巴都沒打開 真的 大家歸秀嘛 真的啊 你以為你真凱瑞啊 用屁股講話是不是 來 掌聲給他鼓勵一下 好 現在我們要公布總成績了 好慘喔 1號安佛陣130分 李千娜 90分 黃靖倫 李欣盈 70分 自從 50分 好 最近的優勝則是 安佛陣 請到中間來 這邊請 安佛陣你有30分 30秒的時間 30分鐘 30分鐘的時間可以跟大家自我介紹 還可以告訴大家 大家最近在做什麼事情 忙什麼 請大家注意到什麼事情 最近沒什麼事 但是 之前剛拍完戲剛殺青 在 可以講哪一台嗎 可以 在大愛台這樣 然後應該是8月會開始演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 也要謝謝其他三位 還要謝謝黃映老師 謝謝 謝謝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